一千块加五百块 是这个意思是吗 我想的确没有错 因为会有四十二五入的一个问题存在 甚至包括在一个 其实我以前当过这个 驾驾站公读师 我们很清楚 我们就是你如果加一千块 我们一定刚好到一千 跳到刚好那个 你去设定一个一千的时候 他一跳到的时候 一定是加到一千里面最少的 因为其实中间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 因为我看我也看过 就是他就到一千 跳到一千 他就停住了 没有错 因为他就可以设定 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 你可能就是最好 最好是跟他报说 我要几公升 甚至你跟他讲说 我要五点三 五点二公升 那你要去算看看 就是说他的一个 我们刚刚讲 假设是二三点二 你就不要笨到说加三公升 对 你要可能加个两公升就好 不过当然说真的 这个省的是有限的 等一下讲的东西会省比较多 那这个前面这是更消极的方式 讲的是有限的 那这边有提到 像包括像跑长途的时候 先加满新鲜的油 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说 其实这个新鲜的一个油 就是你油可能放久了 你放在那个油槽里面 或放在你的油箱里面放久了 可能会有一些 你油箱可能本身就有一些 杂质或一些积碳的部分 你可能在于这个高速的时候 在加速的时候 你可能因为积碳跑进去的话 你的马力就不强 不了解啊 我去加油 我怎么知道 那里面的油是新鲜还不新鲜 所以呢 这个就是很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嘛 我问加油员 他会知道吗 他不会跟你讲 他也不会告诉我 但是我想他这里面提到 就是在于说 可能就可能就是说 你加进去的一些油 你在你的油箱里面 放的时间的程度啦 对不对 那你油箱里面放比较 放比较久了 你可能会有 因为你油箱里本身有一些杂质 就是你加了油 你就赶快用啦 不要一直放在自己的油箱 没有错 然后这部分可能就是说 可能就是说 你高速行驶的时候 你马力比较够 那你可能就是 不用加那么多油 你可能跑的这个距离 会比较远一点 那还有包括像他说 跑市区的一个油箱 加一半或加三分之后 其实很简单就在于说 这个你去看那个 我不知道 在我们看F1赛车啊 他们每次的加油的一些方式呢 他们都有一些 一些较薄存在 为什么呢 就是我如果一开始 油箱加满的情况之下 我可能因为太重了 我可能比较耗油 那如果说 加上说你在跑市区的时候啊 因为走走停停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耗油是加倍了 对 所以呢你可能就是最好 就加个一半 或加到三分之后就好了 听说停红灯 怠速也是要 没有错也是会耗油 所以如果怠速超过 之前有人讲 然后说怠速你要超过 超过三到五分钟的时候 你最好你熄火 可能还更省油一点 因为其实怠速 如果假设就 就10秒钟20秒钟 你在熄火再开的话 说不定光那个 这个油嘴一喷油的情况之下 你就 你就省了就可能 你可能就 又辽急了 所以这部分可能也是一个 省钱的一个方式 还有另外再包括说 车平常开的少的时候 保持地油量 因为油这种东西啊 你再怎么关得很好 我想还是会挥发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包括呢 还有包括像启动不顺的问题 因为油你放久了之后啊 我想刚刚我们提到 这个什么焦化物质 甚至包括这个什么 它的一个什么积碳 就积碳这部分呢 也会使得说气缸里面的一个 燃烧 这个气缸内的燃烧焦率不佳 它也会伤害到引擎 我不知道这个 大家有没有开过老爷车 就是可能是超过 七八年以上老爷车 你只要一久没开的话 你一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车子会震震震震震震半天 会会会啊 那就是积碳 那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个好方法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我想呢 你可以去买这汽油精啊 你来加进去之后 这积碳它可能跑一两次 它就轻掉了 汽油精 对 买那汽油精 不过你可能不要买太差的 你可能买好一点品牌 可能类似这个3M 或者是更好一些品牌的 我想这就是 加速它的一个 汽油的燃烧的一个效率啊 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方法啦 那另外还有包括像是说 不过讲这一点 我问一下文杉 如果车子你油 如果加油或者使用不当啦等等啦 我到刚刚冠金讲才知道说 其他的零件像引擎啦 喷油嘴啦 这些可能也会伤害到 一伤害到你还要维修 还要够了解 对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说 这些所谓的这个燃烧 效率不佳这些东西的话 要尽量去避免啦 那刚才所讲就是说 加油尽量加这个三分之二 或不要加满也对啦 就是说因为你会觉得说 啊没油啊 那不要出去开好了 就会心理上 油就满满的你会觉得说 我油还满满的 尽量花 尽量那个那个 然后只剩下又要去加麻烦了 那算了 那个心理可能也是会有影响 而且有时候油又跌的时候 那反正你加太满了 又没有享受到 那我是觉得说 什么时候油会反弹 这一次的话其实是在控制那个夜营油的一个伸展数字 那现在夜营油一般来讲 资本支出还很多 最近的话大概减少96亿 但是估计的话会到1700亿 所以1300亿左右 所以一旦资本支出 夜营油就是说 我都了解了 我没办法生长 如果减少到700亿800亿 离底部就近了 那大概一半 因为目前的话 夜营油开采 那个资本支出还很多 所以还不断的在扩充之中 所以它对油的一个所谓价格压低 还是有影响 那哪一天 夜营油它一直亏钱一直亏钱 然后它一直测出一直测出 测出700800亿的时候的话 大概供给样就会减少了 到那时候我觉得油真正的底部就会比较浮现了 我们再来补充就是 现在的低油价可能还会稍微震荡逐底 会弹 不会再破底 但是那个弹高速度 其实短时间也不会那么快了 因此加油省钱方法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其实我还蛮有兴趣的 什么叫做不加 刚刚补充油的加油站 是什么意思 我想其实因为我以前在加油站工作 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在于说 其实你不要去加 名不见经传的加油站 虽然说现在稍微少了一点 我想你最好选择 但我这样讲 不知道会不会攻击啊 就是你选择 我们看到中油或像台硕这种 中油这种是很有名的啊 对 这种它不会乱来 对啊 那我以前在工作那地方是一个民营加油站 虽然在某个县市的一个很小加油站 我们都看到它先加个过什么什么鬼东西进去 真的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啊 那我会加冰宇如果加到不好的油会怎样 你的车子会怎样 会伤害你的车子啊 毕竟车子就是靠那引擎在跑的啦 其实我觉得说真正省不省油 还是跟车主的使用习惯有关系啦 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就不要大脚踩油门 想说要享受那个贴背的感觉 但是你一直这样大脚踩油门 又放又踩又放 那就是相当的耗油 比如像跑这个长途高速公路的时候 如果你把它定速 它维持引擎在两千到三千转左右 那其实是相当省油 你可能跑到台中高雄都 跑到台中可能掉不到两三格 跑到高雄可能都还有一半的一个这个油箱嘛 可是如果你在市区里面 一下又贴背一下又遇到红灯 一下又贴背一下又遇到红灯 那就很好油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像那个后车厢 很多人把那个车子后车厢 当成储藏室啊 里面家当都摆在里面 那相对而言 你的车子的重量就无形在那个地方 那当然也是相对耗油啦 所以如果呢 养成好的习惯 把后车厢 非必要的东西把它清一清 那其实也会相对省油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他们有经验 分享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所以冠青啊 如果我到加油站 看到那个加油的车子 才刚刚加完油 离开加油站 那就先不先 就是一个道理存在 六大省钱 再秀一下 汉尾其实 他刚刚讲一个叫你睡到宝 不要那么早起来 所以这个六个方法 如果要您来用 你有开车骑车吗 我有开车 开车 所以这六个方法 加减吧 应该不错吧 我觉得都用的话 一定有省油的一个功效 而且大家要注意到油价 就像阿文在讲 不会永远这么低 所以你先养成这个 省钱加油的一些好习惯的话 外油价上的话 你就可以自然省到 那一笔的一个花费 你以前加油省钱的方法 是怎么用啊 我觉得以前加油的方法 其实就像彼女讲的啦 其实就是车上 不要摆太多东西 因为有些人就 不知道为什么 就真的很喜欢 把车子当作家一样 去经营嘛 那我觉得 你又养口狗对不对 你的哈喽啊 什么的一堆东西放里面 对啊 你后面有些人就 摆了一个备胎不够 他还要摆两个 他就想说 我路上可能破一个 怎么办 再摆一个备胎上去 两个轮胎加起来很重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有一些人 他可能就是 有一些忧虑的一个心情 好 今天很开心 在节目的最后一段 讲到了国内油价 现在不要认为它便宜 你还是要加油省钱 几个配包 与您最下分享 杂七杂八的总是要把它踢掉 就像我们在看盘 杂七杂八的不是焦点鼓 那就省略掉了 看盘重点 今天盘比较有点闷 明天呢 放在哪 好的 我想第一个重点 那为什么大盘跌37点 那主要是因为台积电 大立光跟鸿海比较弱势 所以原则上台积电 大立光 法说会之前的信息 会影响它的股价 所以它紧盯着台积电 跟大立光 那为什么就说 今天也跌 我想入股忽然间急跌 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入股如果说 只跌一下 马上就弹上去的话 我觉得对大盘 还是正面的影响 但是如果跌市加重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那第三个就是多多集团 我们先看联电 因为毕竟它现在有点好转 那你看优达它可能涨比较多 所以原则上联电集团 包括像资源 那或者是影响 这类型族群的个股 它的贡献力道 它是重要的 那因为大盘最近稍微 有点比较拉回 所以半年线9107点 大概9100点 这个附近的话 它的一个自身力道 是一个观察的一个要点 很重要 当然 禽流感压盘的这个利空 今天的最新的进展又是如何 锁定非凡各界新闻 国际的变数 夜线新闻 帮您看透一切 给大家收看 祝您晚安 欢迎订阅